后天4月7号将是台湾的第一个言论自由日 其实4月7号也就是当年郑南荣殉道的纪念日 那么郑南荣的妻子同时也是现任总统府执政叶菊兰 她被接受了民事新闻观测站的专访 她对于郑南荣当年殉道的原委娓娓道来 也对于目前台湾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威胁表达了忧心 28年前为了争取100%的言论自由 郑南荣自焚殉道 他主张的台独如今已不是禁忌 叶菊兰的看法又是如何 郑南荣先生在争取言论自由当中 他的中心思想主张 你刚才提出来建构台湾的主体性 而且甚至是主张建立台湾一个独立的新的国家 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不知道您作为他的遗孀 您的想法跟他人一样吗 我很清楚的就是认为独立是台湾唯一的活路 没有二土 我们要活出自己的自主的尊严 那您赞成我们透过修法的方式 让台湾能够进行公投意向 公投 全世界的国家都把公投视为理所当然 实践民主的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要件的时候 台湾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做公投的事 台湾有什么理由要限制公投的议题呢 人民意志的展现透过公投来表现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虽然台湾的言论自由已经相当开放 但也许然忧心 这样的自由却饱受各种威胁 看一下这28年其实也等于是将近30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一段以来台湾的发展的言论自由程度 现在你满意吗 我有忧心 忧心的是什么 一方面人民心中的警种没有消失 二方面台湾的在追寻历史的过程里头 对教育的部分 并没有落实人权自由这些的教育 三方面我们有来自于中国那边的威胁 你看艺人 他在自由创作的过程 或者拿个国旗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他就可以被在中国噤声 甚至被集体霸凌 美食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